我在想 我特别喜欢换位去想 如果我非常爱的一个人 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是非常严格的考验 那个严格的程度可能不见得是身体上的 他是一种心灵上的 我要用怎么样的一个坚强 我要继续地爱你 然后我这个爱又要让你觉得 他是一个平等的 不是施舍 对 就是那你觉得在爱情这个方面 你自己后来有什么新的获得吗 那么我现在身体不好 我也有一度很自卑 包括我现在我也不自信 我还是挺自卑的 我也很胆怯 因为我自己身体我觉得不如很多人 然后有那么多特殊便利 需要别人照顾 但我总觉得应该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 那么是属于两个人的方式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会很努力 我会很努力 因为我想如果要说很被动 可能这个事情会更糟 不管是对爱情 我的事业 我的工作 我的学习 我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努力的那种女孩 所以你也会特别期待那个人出现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希望这个人降临在你的生活当中 跟你一起走到生命的终点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就在身边了 真的 对 而且我现在 我觉得我年龄大了 我不像二十多岁的女孩 就太气人了 在我们下面 就是我不会童话般地演绎自己的人生和爱情 就你回头看 他就在你的身边 一定是这样一个人 而不是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中 不气而喻一个白马王子 然后就在我身边推我的轮椅 就我不会 我不幻想这些事情 平平常常生活就很美好 你自己如果能够感觉到 很浪漫 当然是我临时想到的 是我前两天到北戴河 跟一位老作家王猛 跟他做了一个专访 你知道在我们这时代 大家谈起爱情的时候 通常带有一种调侃的和不懈的那种 表现自己的酷嘛 是不是 就是我不是那种 好像那种死气白咧的 一定要 或者是还很幼稚地相信爱情的那种人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怀疑的会更多一些 感谢观看